林青霞变了,传奇不在。林青霞近日照曝光,岁月不饶人。 他虽然不在江湖,江湖却永远有他的传说。 大美人林青霞自从94年为爱退隐娱乐圈后,20多年来一直深居简出,很少在公开活动露面,不过媒体和网友却依然对他念念不忘,经常会在网上PO出他的照片,去年他60岁生日时,更是在网上掀起一股怀旧有热潮。 只不过时间却是一把杀猪刀,在美的女神也抵挡不了岁月的侵蚀,在农妆也掩盖不了美人耻目的脚步,近日林青霞撇下老公及女儿,独自于保镖现身中环商场行逛街购物,当天他全身通红穿着四秋衣秋裤,遗憾突度中变大妈身材。 这组照片爆后,网友们纷纷感叹岁月不饶人,时间催人老,也有粉丝祈求时光慢歇走,让美人的美和经验再保留久一些。 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林青霞巅峰时美颜照,林青霞三个女儿近照曝光,竟无疑继承女神美貌。 知名博主南唐一少曝光了林青霞三个女儿的近照。 姐妹三人在海边度假,各种自拍,感情很好。林青霞和两个女儿。 近日,知名博主南唐一少曝光了林青霞三个女儿的近照。 姐妹三人在海边度假,各种自拍,感情很好。 据悉,林青霞和行李员结婚21年,婚遍传闻经常传出,但双方一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 去年林青霞六十大寿,丈夫行李员和三个女儿一起给她特寿,用幸福回击了一切谣言。 林青霞和行李员结婚了两个女儿,一个19岁,一个14岁。 行李员和前妻张天爱也有一个女儿行家欠,林青霞对妓女也视若己出,母女关系十分好。 虽然说,林青霞的女儿们并不如大家所想象的千金容貌,却依然透露出好气质。 分享出去,也祝福林青霞。 林青霞影坛写下传奇,曾让法国大师惊艳。 翻开华语片影史,曾经令一时风骚的众多巨星之中,林青霞并非走红时间最久的,然而他从影22年,亮度创下高峰,角色可男可女,文艺片与武侠片皆能胜任,又曾有英堂第一美人的封号,在华人居影响之大,至今含有匹敌,不愧是永远的传奇。 林青霞出道之作窗外就演第一主角,比起古今中外不少天王巨星从小配角慢慢熬起,堪称幸运过人。 不过霍福总是相依,窗外由于版权问题在台湾无法上映,处女作即当上女主角的幸运,很快蒙上阴影,索性老天爷又开了一扇窗,由于窗外在香港顺利上片,台湾应届都听闻香港观众对一位台湾新秀颇为欣赏。 纷纷打探林青霞为何许人也,为采刘家昌手脚最快找他主演云飘飘,让他终于在台湾打响第一炮。 当他还在为纯纯的爱韩国出外景,云飘飘已在台开出票房红盘,开启他往后辉煌灿烂的大荧幕生涯。 在当年文艺片中最抢手的二秦二林之中,林青霞无论片酬或地位都稳居冠军,他21岁就以八百壮世中的女童军阳辉明一脚,在亚太影展的前身亚洲影展得到影后大奖。 然而其他三人先后登上金马帝后宝座,他却知道民国79年才以红尘拿下持到许久的金马奖,那时秦响林与林凤娇都已退出目前,他却仍在风口浪尖,一年多后就以笑傲江湖哀哀东方不败创造事业上的另一次巅峰。 如果说林青霞的银色事业上有何缺憾,只能算他在最走红的年代,国际影展还没稍息华语片热,他直到将退出影坛之前的东斜西毒台终于出席了威尼斯影展,立刻掳获法国大师路易玛卢的眼光,不敢相信片中南远。 这两角度是他一人分世,他伴出多年之后,一大笔物电影远东电影节颁发他终身成就角,又要伴我是一片云树为修复版欧洲首映,多少迷糊了一点点遗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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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